哇 就周思琦這一棒打第一顆球 還蠻遠的看著球飛球去了 三分打點的 看到思琦就這樣打全能打 然後繞過二壘 然後跟我自己長這樣 對啊 年輕人在球場上 看到他全能打 真的還蠻開心 蠻興奮 他也就叫我說就是上了場 就是不要太緊張 就是放開來這樣 剛開始聽到要上來的時候 就是蠻訝異的 怎麼會上來這樣 然後 然後也很謝謝教練 就是對我最肯定這樣 然後就是上來就是 好好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然後上場就是全力去平這樣 馬剛也有問我啊 他就說 問三一軍樓這樣 我說對啊 我一下到了這樣 然後就是 也是鼓勵我叫我加油這樣 他剛進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一直去最終說 他在二軍他的一個整個身體的狀況 或是他比賽的狀況 那二軍回報那邊是說 他一切的狀況都還不錯 那所以說我們會想說 在季末的時候可以 有機會讓他出賽 然後去體驗一下 一軍的一個強度 前幾局還蠻緊張的 然後很多學長就是 叫我放開來一點 就是不要太緊張 然後就有了他們鼓勵之後 就感覺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後面又打出完打之後 就不會那麼緊張 蠻開心的 就是第一個打擊就可以敲出完打這樣 但是還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還需要改進 面對這種高張力 就是得比賽這樣子 然後又能在場上比賽 跟著學長一起 對我未來的幫助蠻大的 至少我現在看起來 前兩場的表現 其實是有點那種出身制度 然後就是說他可以進行的上面 在上面表現 那我們會覺得說 他其實還蠻享受器 這樣子 在二軍的時候 那個教練團都有 就是針對我一些細節啊 不足的地方啊 跑累 打擊 手臂 很多細節都有告訴我要怎麼去做 沒有特別是聖母嗎 就是把教練給我的訓練啊 然後去做好這樣子 然後一步一步來 就是成績那些就是順暢的 一起自然這樣 對啊